竹山高中一年一度的健康操比赛 是由高一学生所参加 主办这活动的目的是希望 借由这活动激励各班同学间的团体合作 让刚入学的新生们 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同学 培养默契 一年一度的健康操比赛 那这个健康操我们是结合体育课程 目的是希望我们高一的学生 进来之后 能够熟悉我们高中健康操的整个动作 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 透过比赛的方式来激励各班的团队合作 竹山高中学生陈志祥表示 进入高中班上同学彼此都不太熟悉 但透过参加健康操比赛 在一起练习的时候培养默契 更进一步凝聚班级的相信力 很高兴参加这场比赛 让同学能更增进情感 觉得这次活动 跳这个健康操之后 感觉班上本来都还孰不祥事 但是借由这个活动就是 彼此更认识了 对 所以觉得这个动作很团结 让我们变得更团结 更有力量 也让我们有活动的机会 好好活动 一起大家一起变得更团结 看到同学们认真的表演 把这段时间所练习的成果展现出来 现议员蔡宜柱表示 很高兴同学们能从这项活动中 学习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也感谢竹山高中校方的用心 也希望借用这次的健康操的训练 能够让所有的同学 学习到团结 还有和谐合作 都能够把整个团队表演到年龄精致 大家都能够很有活力的演出 议长何胜峰表示 感谢竹山高中教职院们 对于学生教育的努力 让学生们从活动中学习 希望学生们透过健康操的比赛 学习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记者卢与凯竹山镇采访报道